刚刚过去的双十一 我们也马不停的加快生产 将我们的化妆刷帮往全球 双十一电商大促过后 在中国化妆刷之城河南路易 甲发之都河南许昌等 纷纷进入感单模式 连日来 记者吩咐河南多地 探寻家门前的一亩地 何以迈出家门 迈向世界 世界尾毛看中国 中国尾毛看路易 在素有中国化妆刷之城 之称的河南路易县 这里大大小小的化妆刷生产企业 多数都在忙着赶制海内外订单 据了解 路易县化妆刷产业园内 入驻企业160余家 年产高中档化妆刷1.5亿套 产品远销美国英国等 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如何让一把把小化妆刷 刷向国际市场 我们是位于河南省周口市路易县 那虽然是家门口的一亩地 但是我有信心把我们的产品 迈向全球走向世界 快券买家能喜欢我们的产品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品质过硬 并且我们能保证极高的性价比 刚刚过去的双11呢 目前其实订单还没有完全的交付完毕 我们趁天也是在加班加点的生产赶工中 同样赶单忙的场景 也在甲发之都河南许昌上演 据某甲发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 双11期间他们交出亮眼成绩单 其中跨境某品牌网站总交易额 同比增长381% 订单量同比增长286% 市场这边是 占到咱整个全国出口的50%以上 我们业务85%都是在境外 然后我们主要针对的这个市场 是以黑人为主 主要在非洲和美国 近几年一直在拓展的这个电商 线上的电商 然后的这个核心的市场 大概60-70%也是在美国 就是线上的话 这一块我们显然是 能实现在4000万到5000万美国左右吧 电商是一直在增长 在河南下议 汽车电梯配件等产品 深加工企业的生产车间内 忙碌的不只有工人 还有智能化生产机器人 凭借严格的铸造工艺 和产品研发技术 该企业获取了大量海外订单 我们现在次动化水平能达到85%以上 我们的出口仍然占我们销售收入的45%以上 这两年我们采取的是 国内国外双循环发展格局 今年我们的出口比去年同期是增长100% 主要出口的美国 德国 澳大利亚 匈牙利 意大利 这些主流发达国家 现在他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1月份 谈及小城产品可以迈出家门 迈向世界 不少企业负责人表示 这与产品质量 智能化生产技术和人才政策等 密不可分 走出去在国内 国外 主要就是为了得于我们在研发上 在配方上下功夫 人在营地这一块 特别给我们河南的高校 都有深度合作 尤其一个产品 我们甚至做了200次 300次的实验 数据显示 目前河南省限域规模以上工业 占全省的比重超过60% 全省三分之二的集聚区 也集中在限域范围内 作为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支点 近年来 河南小城产品 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 智能化生产技术和人才政策等 频繁出圈海外 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新城的 高质量发展之路